今天終於來到我們Sony與PCM合辦的解構4K電視體驗會 待會有超過50位的讀者朋友和我們一起去分享一下 究竟如何去選一部好的4K電視 今天我們邀請了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香港一個很資深製作4K信員的一位專家 劉健邦先生 希望可以透過他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了解多些日後 如果你想買4K電視 究竟應該怎樣去選擇 和選擇一些4K信員的時候 他怎樣可以欣賞到最美的畫面 各位PCM的讀者你們好 好 今次應PCM的邀請 就來這個解構4KTV體驗會 希望來到跟大家分享一下 幫助用家分享到 知道現在選一部4K電視機 要顧及到的 是留意什麼技術放進去 另外就是現在市場上 不同的4K內容 究竟已經支援什麼新的技術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在選擇4KTV的時候 有更多一些的理解 另外就是 現時市場上4K的TV 大部分都分開為LED 或者是OLED類別 我們今次也盡量 希望告訴大家 其實兩者的分別是 有些什麼東西 以及哪一個類型的TV 無論是LED還是OLED 適合哪一類型的用家 包括你在家的環境中 其實可能都會影響到你用哪一支TV 所以我們都希望今次 整個體驗會 可以令到用家 有多一些以上的資訊 令到他們在選擇4KTV的時候 更加方便 以及更加適合自己 好 張先生你好 今天看到你參加這個4K電視體驗會 試了LCD和OLED電視 兩部電視你會怎樣選擇呢? 其實我心疑了已經是 我偏向OLED 所以我傾向我都會選擇OLED 是 想問一下 其實4K電視有些畫質 動作性的分別 有哪幾樣東西 你會在買電視的時候 特別加以考慮的呢? 光度 細緻度 流暢度 OK 最後想問一下 參加者的體驗會 對於你選擇電視 或者對於4K的認識 有沒有多了? 有 有 在哪方面有什麼幫助呢? 起碼知道多了 我才知道 陳先生你好 今天看到你來參加這個4K電視 就是4K電視的體驗會 剛剛試了LCD和OLED的電視 那兩種電視你會怎樣選擇呢? 我覺得OLED的感覺是深刻一點的 尤其是黑色的畫面 是對比和實色的核是挺吸引的 試了大家都可能有些4K的影像 分別是有Planet Earth 你的名字 其實4K電視的話 有哪幾樣東西是最吸引的呢? 我想它有Curve range 還有4K的解像度 比HD更高很多 細字位是挺吸引的 那如果去到考慮買4K電視 或者買LCD和OLED電視 那時候哪些條件會特別 加以考慮呢? 我想價錢和它們使用的技術 跟畫質都會考慮的 好的,謝謝你